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中施工车 开了一年我就去美国 我本来是要去开工夫馆的 不是做菜的 就我一看那时候 工夫馆都倒闭 就跑到台湾餐馆去 从全都开始学 好 美国最容易生存 就是在餐馆 但是将近快30年 30年才回来 高凌峰以前带个南凤凰姐妹 到我那边吃 康宏的老婆到我那边吃 赵树海到我那边吃 陈金沛到我那边吃 在台中光复露做的时候 我都没有照相 我应该是给他照相 以后要照相只要我们过来 有迷人的是 有迷人的是 我最可惜的 在美国是老布希 老布希来说我没有跟他照相 你感到很厉害 不是因为我以前没有想到 我回来还要做的 我是退休的 我回来做了三十几年 我都做烦了 不想再做吃的 你懂得意思吗 日本首相 田中小荣 有时候到我们餐馆来吃 他的四位拿着香菜 我后面看我炒菜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一直在炒菜 他走到以后 我那个 威特才跟我讲 哎 他们叫我小胖 小胖小胖 刚才那个田中小荣 那个四位在看你炒菜 拿着香菜 日本首相也吃过你的料理 老布希也吃过你的料理 老布希来过很多次 我们做酒厨房小 现在的菜是 天下文章一大抄 台菜它要变 它就偷别的菜轮过来 我举例来讲 三杯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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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是台菜 对不对 其实错 三杯鸡其实是四川菜 四川的干烧香 你现在做这道叫什么吃啊 干烧香 四川干烧香 你刚才用油生 对对对 那个 油水 蛤 用油水生 川湯过 不是 先热的油炸过 马上捞起来 还是这样子 那我就是 没有那么高温 因为这个是我昨天买活虾 就不需要这样做 像那个炒冷冻虾 一定要很热很热 下去爆 包括你刚刚用那个番茄炒蛋也不一样 你番茄炒蛋 我看你那番茄也是有 经过那个油水 川湯过 哦 这里面 就是我们厨房里面这个原理 这个番茄啊 炒蛋一般都没有经过过油 让它先煮熟 它不煮熟 它里面的茄红素不会出来 嗯 所以你先过油 对先过油 一定要让它过油过熟 像一般就直接炒 炒熟的 炒熟的茄红素炒不出来 哦 炒熟的茄红素 所以你就把它过油 对 过油过熟 炒的时候这个蛋啊 摊开的时候 还没有熟的时候 这个番茄炒一下 放到中间 蛋包起来 一定要蛋包到番茄炒 有料理我也不知道 我在美国做大厨的时候 我有一次做那个炸鸡翅膀 我们炸鸡翅膀 我是那个 那个叫山东的是干奔鸡 一般炸完了这个 那个味道放上面 我们不是 我们还是干炒 跟炒虾一样要干炒过 哦 那一个礼拜天 麦里面两脆啊 两 那美国那个黑盆子啊 那两大脆啊 哇 老板消了要死 我也不知道那么会受关 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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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